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适合新手司机和女司机驾驶 手动挡汽车之所以越来越少人购买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手动挡汽车的操作较雷复杂 除了刹车油门之外还要踩离合 很多司机操作起来手忙脚乱都不会使用 因此越来越少人想要入手手动挡汽车 可其实手动挡汽车也有不少操作技巧 学会这些操作技巧后使用起来不仅很方便快捷 而且还能体会到更好的驾驶体验 首先是司机的坐姿 很多新手司机由于对车子的熟悉度不够容易感到紧张 所以坐姿会比较靠前贴近方向盘 这其实是不太利于驾驶的 正确的坐姿是要在保证右手能轻松获得换当干五挡位置的情况下 尽量将前胸远离方向盘 这样开车会更轻松 手动挡汽车不同于自动挡汽车 在起步时是需要踩离合的 而且要先用左脚把离合踩到底 挂一档后慢抬离合的同时松手上 在左脚慢慢在离合上抬起来时 右脚就要轻踩油门 这样车子就能很平稳的起步 这种驾驶体验是自动挡汽车难以体会到的 手动挡汽车最让老司机喜欢的便是毫无顿挫的换挡体验 这其实是非常考验换挡时机的 在熟量后司机们可以跟 据发动机每个挡位不同发出的不同声音 掌握合适的换挡时机及身换挡 这样不仅能获得更好的驾驶体验 而且还可以节省油耗保护汽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